九零香公所公告封闭多个辖境内的细水景点 包括了北翠谷、沙布荡西等四个据点是进行管制不可以进入 不过21号凌晨4点多还是有人涌入了沙布荡西来存有 水源村长洪明辉进行驱赶的同时呢 也务于大家要能够配合防疫期间不要来到沙布荡西拥有 共同守护补了安全 新冠肺炎疫情急速升温 全国已经进入三级防疫警戒 为了强化防疫的作为 九零香公所公告封闭多个辖区内细水景点 包括翡翠谷、沙布荡西、清水西、山山西以及重河海岸等等 正式进行管制 水源村长洪明辉表示 习惯成有的花莲乡亲 凌晨4点多还是偷偷前往沙布荡西来成有 造成布荷族人们的困扰 一早可以说是情势相当紧张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在花莲县民 因为已经过去已经习惯了 四点半他们都要进到沙布荡西 我做村长的差不多五点我就进来看 结果里面就二十几个 赶他们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认为说为什么要赶他们 他们不是外线市的 然后就一直刁难村长说要放行 结果讲到后面快吵起来了 所以说我是尽到我的本分 村长的本分尽量不要说把这疫情扩散 然后他们就是我都讲不听啊 比如说他们关了 这班人休息了他们就要闯进去了 他说半夜哪怕是半夜也要进来游 我就不晓得这个泄民一定要做到这样 让大家闹得很不高兴 我也不好意思啊 因为过去都是以陈泳的 他们认为说他们是花脸泄民 应该县政府要给开放 开放泄民进去陈泳 就是他们运动这样 他说这边是好山好水 我就跟他们讲说 为了这个疫情不要扩散 现在中央开始到县府到乡公所 已经立了牌 为什么你们都没有办法去接受 我说我连我们自己部落主人都没有办法进去了 然后他们就讲不听 有些有些是很好沟通 有些就不好沟通了 所以说到这一点 我也不能说我当村长 我都每天都在这里骂人家赶人家 这样对大家也不好意思啊 金融相公所配合政府的政策 5月18号起公告封闭多个辖区内细水景点 但仍有不少民众前往 所属的水员同往派出所动员山景 共同来前往北翠谷 沙波党期设置的管制点 向游客宣导风险的防疫政策 为了防止游客陆续涌入 让防疫出现破口 金融相公所配合华林县政府 依据传染病防治法 实施暂时封闭性 或议乡亲和游客 共同遵守防疫的各项规定 避免群聚造成防疫的破口 才能够真正守护美丽亲近的家园 记得请订阅我的频道